各位好久不见 你们最近怎么样 反正我是被隔离了 所以趁这一段时间 我们干脆继续Pro Tips系列 我们今天要拍的这个产品 有一点点小特别 因为我自己从来没拍过 就是这个罐装的这种啤酒 而且它比较柔软 拍起来质感对我来说 有那么一点点的小难度 而且我们今天用到的主力镜头 是这支长步道的28-85 全画幅电影镜头 它是一支齐焦镜头 所以我还要想办法 把齐焦这个特点要融进去 那话不多说 我们就先拍起来吧 灯光部分呢 我用到的就是这一盏120D 这也是我唯一的一支主灯光 其实一般拍这种产品 我个人的习惯是先拍一些宣传的镜头 但现在这个桌面比较偏低 我这个三脚架目前也已经就只能是这个样子了 你们可以像我一样 找一点理盒或者比较高的东西来电一下 然后转盘放上来 然后我们再把产品放上来 最后我们电源给它接上 第一个镜头就直接这么拍就好了 然后这边我们把构图调一下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对好焦 我一般这个镜头我会给它拍个10到15秒左右 下一步呢就是我想给它来一点点水珠 喷上一点点的水 增加一点点不一样的层次 我们接下来要拍的这个镜头 其实我现在想的第二个方案就是 不用手去拧变焦环或者光圈环 直接上另一位参赛选手 智讯的这一款跟焦器 电动跟焦器 长按开机 然后我们再来给它抓个焦 自动校准一下行程 OK 调一下构图 好了 然后直接录制 这时候就拧跟焦环就行了 一点点来 对了 我还在侧边靠前一点的这里 加了一盏放灯 因为我想拍的是中间这部分 所以一定要慢 缓 轻 OK 搞定了 下一个镜头也是一样 无法炮制 这样效率就真的非常快 其实我是怎么也没想到 最终压力来到了开瓶盖这个动作上 具体的方案我们做了五六种 刚开始用手去直接开 发现 效果不理想 其实还是有一些顿角的感觉 就不够有灵性 我们整部短片 最特别的一个镜头也就是这个 试了用绿木插件去抠 我发现其实效果也不理想 最终就涂法上 一针一针来搞定 首先我就要用到仿制涂章 把最上方的这一根长的余线先抹掉 但这个黑背并不是纯黑的 就这样一点点的补 仿佛来回的抹一下就好了 拉环的上方和下方就还是同样的方法 用香精的颜色给它修补 然后高光对高光 阴影对阴影 就在第一针修复好的区域画了个选区 然后给它一点点的羽化 把它再拉过来刚刚修复的这一针 放到这来对一下位置 这样就完美了 我连续修了两天 一共170多针 最后一个镜头来说 相对是最简单的 其实我有一个黄色的鼠标垫 把它铺上来 然后这时候三脚架 把它调成浮拍的状态 一直放到画面的正中间 焦段呢 我其实大概是在65到85之间吧 好 基本就是一个中正的状态 把它保持不动 我想让顶部的这个盖子 有一点点金属的质感突出来 OK 然后环绕着 给一点点灯光 多来几下吧 就我希望这是一条果 最后总结一下 这次拍摄 其实受阻的部分 还是比较大的 我之前网上预定的 很多置景的小道具 还有背景布 小装饰件都没有到 所以我的拍摄方案又是 调了又调 我最终呈现 还是比较满意的 那你们来打分的话 给这个短片会打多少分呢 希望有任何想法和建议 记得在视频下面留言 你们留的话 我每一条都会去认真地看 反正希望每一次拍摄 我们都能共同进步吧